小胡子 预算20万买车 丰田RV4容放和2023新款大众图管L330 买哪个更好一些 哪个质量好耐用 那么这两台车呢 我的建议啊 如果说你要长时间使用 我不换车了 温柔去开车 你可以选择个容放 如果说对动力要求 要求个底盘的扎实感 偶尔跑成长途 你就必须选择图管L330 四驱代步 你就选择容放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好 我们就对这两款车子的发动机 变速箱 暂时感受 还有车身安全上 对比一下 到底哪个好一些 这个2023新款大众图管L330 还是基于大陆的MQB A2平台 国家打造一款车了 这个A2平台呢 像探月啊 速腾 都是这个平台的产物 那么这个整台车的这个 高强度钢 车身使用了76%的一个比例 那么A柱B柱 使用了热身性钢 强度达到1000兆帕 丰田RV4容放呢 还是丰田的TNG 国家平台打造一款车 现在所有丰田车型都是这个平台打造 像这个威兰达呀 哈兰达呀 还有这个海美瑞呀 都是这个平台打造的 那么这个整台车的这个 高强度钢使用比例达到了50% AB柱强度达到了1500兆帕的热身性钢 所以说车身强度安全上还是 图管要更好一些 那么如果说A柱B柱强度 那还是说容放更好一些 所以说这两台车呢 现在都是半斤对八两 日系车呢 车身安全呢 内有起车 这个德系车呢 现在出现通空间 那是厉害 那个车身安全做的最好 现在就是国展车 还有美系车做的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两款车的 20万买这两款车吧 这个容放呢 如果你加点钱 还能买到这个双清混动 如果不添达钱 能买到这个2.0升的自然吸气 匹配这个CVT变速箱 动力弱 而且这个CVT变速箱呢 开启了很佛气 不可以暴力驾驶 暴力驾驶呢 容易拉盾拉爆了 但是偶尔一次两次没有问题 但是优点就是开启了非常的平顺 那么你选择这个大众图管330呢 第一啊 2023管它有颗粒补卓器 那么380是没有颗粒补卓器的 330它有颗粒补卓器 但是厂家说对这个颗粒补卓器 也就进行了这个修改 据说是不赌筛了 当然赌不赌筛 还得去靠市场的验证 口碑 所以说呢 这个有这个顾虑 那么330 它全新的是5座 两区版本 而这个380呢 它有这个四序版本 它七座 有这个区分 所以说德系车嘛 它就是套路 同样都是2.0T 这个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就马力大马力小 而且配置方面也是不一样的 你价要有好的配置 就要你多花钱 所以说还是挺客人的 那么丰天荣范呢 如果说女士开 2.0成加CVT也可以啊 开车比较佛系的人也适合 发动机面变容箱也很比赛耐照 其实我的建议呢 如果买荣范尽量买的这个TSS双击混动系统 那么早代丰田 第一代丰田普瑞斯身上 就就成了这个散电系统 算是197年 现在预表呢 很成熟 很稳定 到现在发展到第四代了 它有个核心技术 叫动力分辨器 我什么时候用油 什么时候用电 什么时候双击混动 还得达到一个极有的目的 还得达到一个不顿求的目的 所以说非常好 非常不错 那么两台车的悬挂呢 都是前迈不去 后面是多连感的悬挂 但是说扎实感支撑性呢 绝对是图管L 要好于这个容范的 跑进来说 果然的时候支撑性呢 那种扎实感呢 绝对是大动的德系车 要绝对好于碾压你这个日系车的 所以这两台车的 动力上绝对是这个 三参程图管L更好一些 但是人要说 发动机的皮色耐照性 肯定是丰田的 二零零层支撑性 更加好一些 毛病上稳定 并且大动这个 EA888发动机呢 功率熟大了 容易有丢机油的迹象 或者圣机油的迹象 它这个七档四四双离合呢 虽然是传绿效率很高 开启的很爽很根脚 那么CVT变速下呢 虽然也不达低 但是温柔区驾驶呢 女士开 也是还是可以的 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那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